英國新任首相約翰遜重申 無論情況如何,英國都必須在10月31日脫歐 由於歐盟已拒絕重啟脫歐談判 約翰遜的表態增加了英國 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脫歐的可能性 約翰遜說,前首相港城的退出協議是無法接受的 必須重申談判,但歐盟方面拒絕重申談判 分析人士說,英國國會陷入僵局 英國民眾的意見也嚴重分歧 英國舉行大選的可能性因此有所增加